7月7號星期天 這裡有鐵人三項的標準賽 游泳、單車、跑步 我到湖邊的時候 標準賽的游泳項目已經結束了 所以坐在這裡 等青少年組的三項全能選手 Sprint Triathlon 我的目的是練習唯美攝影 拍一些運動員下水的特寫 Splashing Close-up 你看旁邊有幾個孩子坐在湖邊 等著看游泳 岸上還站著很多人 現在運動員準備就緒 一個一個走向湖邊 下面請欣賞我拍攝的特寫 Ella Metishen 從加拿大 Tisha Bessler 從加拿大 Natalia Kolossova 從加拿大 Rachel Foltz 從加拿大 唯美攝影是我的愛好之一 近年來 憑著感覺和經驗 有了一定的信心 所以想進入這個實況 通過畫面表達對運動員精神的讚美 鐵人三項屬於中和性的運動競賽 對體力和耐力都是很殘酷的考驗 實在太難太艱苦了 No pain no gain 你現在看到的運動員矯健的聲音 都是平常訓練出來的功夫 最後啊拍到相機沒有電池了 回家的路上站在這裡 跟大家說聲再見 我去現場是為了練習攝影 對鐵人三項不太了解 在網上查閱資料 發現這個挑戰極限的運動 有不同的組合 2000年鐵人三項 在悉尼成為奧運會的比賽項目 標準距離為51.50公里 其中游泳1.5公里 單車40公里 長跑10公里 最厲害的鐵人三項 是夏威夷錦標賽 全長226公里 是奧運會的四倍多 其中游泳3.8公里 單車180公里 長跑42.195公里 昨天這裡舉行了Try or Try 青少年的資格賽 距離比較短 今天的Sprint 選手都是在昨天Qualified 取得了三項全能的資格 Sprint距離比奧運會短一半 游泳750米 單車25公里 長跑5公里 從短距離的25公里 奧運會的50公里 到錦標賽的200多公里 想一想那個距離 都讓人感到精疲逆境 可是這項艱苦的運動 一直比較流行 每年賽事不斷 吸引很多人參與 成年 項最多的 エク便 成年 祝福 禁忍